男子捕捉到两米长怪鱼 疑似核辐射变异产物 样貌长得凶神恶煞 大海中生活着很多奇怪的动物 一些喜欢垂钓的人经常有意外发现 日本一名男子钓上了一条怪鱼 这条鱼样貌有点吓人 它不仅尺寸惊人 而且拥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诡异感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中的哥斯拉 这原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是人们看到这条鱼以后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另外面前这条怪鱼 是在福岛和电站附近的 北海道海域捕获的 人们担心这条鱼是受到了核辐射影响 而产生的变异物种 但是专家看过之后否认了这种说法 因为灾难发生以后 由于自然分解和衰变 周围水域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已经很低了 经过研究 专家认为这是一条体型巨大 而且十分年老的狼鱼 狼鱼学名为白令狼鱼 最常见的狼鱼就是大西洋的灰色狼鱼 狼鱼主要分布在东大西洋和太平洋 是一种栖息在海底的大型掠食性鱼类 狼鱼的外貌有点凶神恶煞 它们的头部有龙起 有两排十分锋利的牙齿 最大的九颗门牙可以达到半英寸长 狼鱼没有腹齐 而且它们的背齐很小 狼鱼无法像其他鱼类那样 在水中自由自在游泳 它们喜欢栖息在一些海洋洞穴 岩石缝隙以及珊瑚礁这样的地方 它们会等待时机 突击和伏击碰巧经过的猎物 一般的狼鱼大概只有1.2米 但是日本男子捕捉到的这条狼鱼 体长接近2米 其恐怖的大嘴足以吞下一个小孩 人们对上次核息漏事件依然信有鱼机 因此看到这条怪鱼才会担心 狼鱼一般都是白天休息 晚上才会出去觅食 它们的主要食物是一些小鱼 海星 海虾 以及软体动物等等 它们经常将一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残渣 堆砌在洞前 科学家正在通过这些标记 找到狼鱼的存在 有些狼鱼的头部伤痕累累 这是它们为了争夺配偶 在战场上决斗的时候留下的 获胜的一方会得到雌性狼鱼 然后两条狼鱼会一直相伴到老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